Hello 大家好 一向近鐵路站的樓盤就最有價有市的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去年公布的施政報告 就建議在白石角那裏增設一個鐵路站 選址就正正位於我們今集參觀的Silicon Hill旁邊 我們會由價錢、配套、景觀、開飾等多方面去分析這個樓盤 至於增設一個鐵路站 對這一區的樓價又有沒有幫助呢 大家都可以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經選中的朋友可以獲得咖啡禮券 在開始之前都提提大家 記得subscribe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已經subscribe了 都記住按旁邊的小鐘 下星期有影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配套不足一向都是白石角的致命箱 由新地發展的Silicon Hill就在宜建的鐵路站旁邊 基礎亦都有商場 大賣生活便利 但事實又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會逐點跟大家分析一下 答案就不一定的 答案就不一定的 施政報告的建議是邀請港鐵研究 從事香港教育大學的運動中心 去到大學本部附近 然後在這裏起鐵路站 一旦城市的話 最大得益者當然是住在旁邊的Silicon Hill住戶 但要留意 施政報告用的字眼是研究 以往亦都有一些鐵路項目 研究完之後發現不適合而要割置 例子就有啟德的單軌鐵路 因為建築難度比預期之中高而要告吹 所以白石角站最終是否能建成 都仍未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如果沒有鐵路出入 維持現在的狀況 出入白石角就要先接駁小巴 去到沙田站才可以去到其他區 拍攝當日 我們由沙田站搭車入白石角 非繁忙時段都要等到第二班車 相信繁忙時段的話 就要預留更多時間等車 Silicon Hill是區內小友 設有商店的樓盤 發展商說會引入一田超市 食市便利店 合共約23,000呎 不過參考同區日龍灣的商場 約28,000呎 都是只有10間商店 所以估計Silicon Hill的商店規模 都不會很大 看來設施方面 屋苑會所有泳池、健身室等 由新地發展的Silicon Hill 提供576房 標準單位由開放式到3房不等 關鍵日期是2024年2月 留花期大約21個月 樓盤的開放式單位不夠280呎 不單止是末代納米樓 還是區內力離最小的單位 佔不夠一成 至於佔比最多的是兩房單位 超過一半 實用面積由398到463呎 和大家參觀主打互形的兩房示範單位 以第三座九樓邊移室造藍本 實用面積405呎 第一張架單 未有涵蓋這個單位 但參考低一層的同類單位 設施售價大約748萬 圍花每一呎都超過$18,000 客廳大約有147呎 雙連22呎的露台 闊度就等同大廳 有助採光 圓關旁邊就是開放式廚房 收納空間主要收在上面的廚櫃 工作台面是L字形 配備電池爐 下面就收了洗衣機 至於圓關那邊的廚櫃 就陷入了蒸焗爐 這邊的電器主要是採用德國品牌西門寺 除了這一樣 平時看開的一些開放式廚房 很多時都因為空間的問題 只能放到酒店的單門雪櫃 這裡一樣空間不算很大 但始終做到一個雙門雪櫃 不過要放到浴室旁邊的位置 比較遠離廚房的工作台面 雪櫃用了歐洲牌子Bosch 這款牌子的雪櫃出了名多顏色 或者要因為放在客廳那邊 選擇這個品牌 就更容易配搭單位的裝修 Silicon Hue的兩房開職 主要分兩款 一款是比較傳統一些 要經過走廊才入到沉區 另一款就好像示範單位一樣 兩間房分佈在客廳的兩邊 省回走廊位 面積集中回到廳房 我自己就覺得 這款開職是比較實用的 看看細房就知道了 一般新盤的細房只有45呎左右 但這間就做到大約56呎 空間夠闊了 由於這個單位向東北方 就會見到吐露港公路 所以睡房的位置 就裝了這些減音的裝置 萬一有噪音的時候 就可以拉到左隔一下噪音 但就要留意了 放傢伙的時候 這邊就要預留一些空間 不可以貼長擺放 來到主人房大約有67呎 開職是正 但有一個位置 在放傢伙的時候就要留意了 一般主人房都會預留粒位去放衣櫃 這一間也不例外 但剛剛就度過了 這個粒位的深度大概是38厘米 但看一般的衣櫃深度 其實是60厘米 即是要去到我現在這個位置 即是說如果這裡放衣櫃的話 就要讓這幅牆身再要凸出來 轉過來參觀浴室 沒有窗通風 未到30呎 只是做到棋缸 由於單位面積不大 廁所也要用一個燙門設計 入到來其實是類近酒店式設計 不過因為都是地方不大 所以鏡櫃就放在座廁上面 如果在這裡放一些護膚品的話 跟著要拿過來這邊去塗去用的話 就可能有少少不方便了 對這個樓盤有興趣的朋友 在選樓之前可以問自己兩個問題 或者都可以幫到大家選購單位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比較喜歡開放式廚房 還是緊場廚房多些呢 因為以標準護形計 Silicon Hill有八成半的單位 都是採用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如果選緊廚的話 就一定要選兩房或以上的護形 緊廚的兩房單位 分佈在第一、二、三座的A1室 三房就分佈在第一座的A2、B1室 以及第六座的A1、A8、B2室 發展商亦都開放了三個示範單位 反映不同類型的廚房 我們都拍攝給大家參考的 由開放式到三房護形 都有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最主要的分別 就是工作檯面的大小 其實除了開放式護形之外 由一房起步 大部分都做到曲尺形的檯面 我現在在看這一個就是兩房單位 實用面積405呎 如果有房單位的話 就有機會比這個再細一點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部分三房單位都是採用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好像我們現在在看這一個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裏整間屋的實用面積有640呎 但這種開放式設計 我自己就覺得像是開放式和緊廚之間 因為其實它就以一個玻璃燙門做分隔 既可以保留開放式廚房的通透感 覺得油煙大時 亦都可以把它關起來 好像一個緊場廚房一樣 至於緊廚的設計 就可以參考另一款大一點的三房示範單位 這裏的實用面積有770呎 所以你看到廚房的工作檯面都是特別多的 在門口的左右兩邊都有 特別是在這一邊 亦都預留了一些電製位 就可以讓你放一些電飯鍋 或者是電熱水壺器 第二個大家可以問的問題 就是你對景觀有甚麼要求 Silicon Hill的景觀主要可以分三種 最美麗的會是向山景 部分向西南方的單位都看到 包括第一座A1-A5 B1室 第二、三、五座的A1-A6室 相反向東北方的單位 就會看到其他屋苑的樓景 但隔了一段距離 相信不會太有壓迫感 這批單位包括第一座B2-B6室 第二、三座的B1-B5室 第六座的A3-A8室 剩下的單位就以屋苑至新的樓景 和內園為主 以往白石角都有不少新盤推出 Silicon Hill是最遠離海岸線的一個 第一期就和海景無緣 如果是想看到吐露港海景的買家 或者可以等之後推出的期數 整個項目分三個期數發展 提供1871伙 現在推出的第一期總共有五座 在地盤最西面的2B期單位 預計可以高過運動中心 遠望到海景 不過如果這裡日後要在白石角站 這些單位受到的噪音影響也會比較大 Silicon Hill首批單位推出116伙 致實平均尺價$17,400多 同四年前同系同區的 雲匯議期尺價差不多 定價不算進取 用岸保的朋友 記得選擇建期付款方案 折扣優惠會比起職工少7.5個百分點 用回已推出的174伙計 建期的折實樓價 由541萬到1408萬 有101伙是低於1000萬 可以做到九成按揭 項目目前未有推出開放式單位 以職工價計 一房單位由496萬起 最便宜的兩房要681萬 三房就由904萬起步 看同區新樓的租金表現 未扣管理費之前 推算Silicon Hill的租金回報率 大約有2.5厘 不到未去到一般3厘的水平 雖然說政府疑見百石角站 但這一區的配套仍然存在隱憂 反而環境和景觀會比較吸引 所以換轉是我的話 我就會觀望一下 之後或者有機會看到海景的奇數 換轉是你又會怎樣看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想知道多些留盤資訊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好了 想知道更多Silicon Hill的資訊 可以scan現在畫面見到的QR Code 又或者click進去Description box的連結